好吧 回来了 我看到讨论区的这个争议了 首先呢 跟大家解释一下 中途本意就是让休息的 然后上节课的时候 是因为我中间停顿了两秒钟 所以切过来的时候切得快了一些 所以呢 我们是相当于是我没出去 我直接就过来了 然后就直接答疑了 并不是说中间休息了 一会儿过来答疑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刚刚的答疑 刚刚的视频 然后呢 我们小四瓜会剪出来 放到我们第二节课的最后 如果没有剪的话 你不用去找小四瓜 你直接找我就可以 好吧 你可以在微博上at我 都可以啊 那这个答疑呢 其实说实话 他并不会对你整体学习这个知识 有什么大的影响 就是因为我们个别的同学没有听懂 所以说我们为了不占用大多数同学的时间 拿出来这些课下的时间 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下 好吧 刚刚的答疑 刚刚课间的答疑 我们会拿出来 放到第二节课的最后 如果大家有不放心的地方 你愿意去听一下回放的话 可以去听 当然如果说上节课你已经听懂了 那确实没有必要再听一遍回放啊 不用浪费时间 好吧 那这个上课之前呢 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 然后你有生气的同学 平复一下啊 别气了 我们接下来要学剩下的内容了 这个说实话也不是 多么多么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啊 不值当的你来生气 好吧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然后呢 这个上面 我们这两种计税方式 就跟大家说完了 来继续 我们往下看啊 第三点 第三点 来 首先 讲到第几页了 翻到我们的达号基础 看一下 讲到第几页了 我要讨论讨论问题 我们把重点的知识点都忘完了啊 现在讲到第几页了 是我们的320页 翻到320页上 我们看一下这些特殊情形下 我们算税的时候 到底是从价征 还是从租计征 这两种计征方式呢 是不一样的 其实上节课 我们花了很长的篇幅 在讲怎么来算税 你会发现 对于一种行为 你拿到它的时候 你首先第一个要判断的就是 它到底是从价还是从租 对吧 直接影响到我们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不一样 所以下面呢 第三点里面 讲到的这些内容呢 就是说 这些特殊用途的一些房产 它的计算移据 到底怎么来定的问题 还是理解的基础上 来进行计议就行 其实说白了呢 你理解了 我们都不用去死基硬贝的 你来看第一个 投资联营的房产 投资联营 啥意思 我假企业 我有一处房子 我拿着这个房子呢 去投资入股去了 假企业 他把房子投资到了仪企业 好 现在看房产税 集中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 假企业这个呢 是一个真投资 那真投资就是说 这个房子 它的产权就变更到仪企业的名下了 然后假企业呢 它是参与了经营的供单风险 参与投资分红 那这种情形下 我们说真投资 对不对 这个房产就变成仪企业的了 那你说 谁来纳税 那肯定是仪企业纳税啊 被投资方来纳税 被投资企业来纳税 好 那仪企业拿着房产自己来用了 那你说它的计证方式 你是从价计证 对吧 这是说真投资的话 我们是从价计证 而且是被投资企业来纳税 好 如果是假投资 所谓假投资 就是说表面上呢 我假企业 我拿着这个房产 我去投资了一公司 但是实际上 假公司不参与生产经营 我就收一个固定的租金 收取的就是一个固定的收入 那你说这个收入本质上不就是一个租金性质的收入吗 对吗 更像是假公司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它就是出租取得的所得 那假公司你按照从租计证的方式来交税就可以了 好吧 理解真投资假投资 分别是从价和从租 好 这是第一种情形啊 那第二个是融资租赁 那融资租赁呢 又要跟它的本质结合上了 我们说融资租赁这种情形下 房子本质上是谁的 是乘租方还是出租方的 乘租方对不对 那你会计上做账的时候 你肯定是作为乘租人的固定资产了呀 所以说这是乘租方的房子 拿过来自己用 那你乘租方 你就从价计征就可以 按照房产余值从价计征 第二个就解决掉了啊 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是说居民住宅区内 业主共有的经营性的房产 那就是我们小区下面的 这些底商商铺对吧 这些业主共有的经营性的房产 你要看到底是自营 还是说给他出租出去了 如果说自己经营 那从价呗 如果出租出去了就是从租 对吧 考试的时候你就从字面上 你就看自营还是出租就可以 好 下面重点来了 来看对于地下建筑物来说 对于地下建筑物 在确定他的计税依据的时候 哎 他就比较复杂了 首先两个大的层次 我们先说 这个地下建筑物呢 如果说他是出租出去 出租出去 刚刚讲了 什么规定 跟出租地上建筑物一样 直接用收入 租金收入乘以税率就可以 对吧 同地上 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 这个是出租的话 好 如果地下建筑物不是拿来出租了 是拿过来自己用了 拿过来自己用 咱就复杂一些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地下建筑物 他到底是跟地上相连的呢 还是说独立的 要看他是不是独立的 就要分两种情况了 好 如果说 他是跟地上相连的 我们说上面是商场 下面是停车场 再算房产税的时候 那你想地下建筑物 他的原值 你肯定加到总的原值里了 我们一起算房产税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是跟地上相连的话 我们就跟地上房屋 视为一个整体 一起来算税就行 但是啊 如果说 他是一个独立的地下建筑物 这种情况下 你自己来用 又是独立的 又是自己拿来用 那算税的时候 首先 他是从价计争没有问题 但是有打折的规定 打折的规定 我们说 在原值这块呢 给你有打折规定 要看这个地下建筑物 他到底是工业用途 还是商业和其他用途 如果是工业用途 打五六折 如果是其他用途 打七八折 七八折就是 打70%到80% 然后这个五六折 就是打折50%到60% 具体 你说什么五六折 七八折 你要记吗 不用记 考试的时候会给出来 你打折的比例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对于这个地下建筑物 只有是独立的地下建筑物 并且自用的情况下 同时满足这两条件 得独立 得自用 这种情况下 房产原值才打折 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设说 现在这个自用的 独立地下建筑物 它的原值是1000万 它是用来搞工业用途的 那当地规定原值的 打折的比例呢 是50% 然后同时规定 房产原值的扣除比例 是20% 这个20%啊 是房产原值的扣除比例 这个50% 说的是这个原值 本身打折的一个比例 好 现在让你算全年的房产税 咋算 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它不是有打折的规定吗 对吗 所以我们原值这1000万 我先乘以50% 先打完折之后 然后用打完折之后的原值 乘以1减去扣除比例 作为房产余值 然后做出来之后呢 然后再乘以税率1.2% 直接来算就可以了啊 那这个答案呢 就是400万 是吧 那我直接用400了 好 就这么来算 可以了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这几种特殊情形下 到底从下计证还是从租计证 那到底算的时候怎么来确定的一个问题 那这块说吧 来继续 我们应用它税额计算 是不是刚刚讲完了这个税你就会算了 对吧 税会算了啊 我们通过一道题 看一下考试怎么考 来看 这个题呢 在打好基础上没有 我给你念一下 这个呢 是说这个企业对原有办公楼进行改造 6月份的时候更换了中央空调 原来中央空调的价值是40万 然后更换的新的中央空调的价值是100万 6月底的时候更新完毕 这个办公楼原来的原值是2000万 当地规定原值减出比例是30% 让你算一下2022年应该缴纳的房产税是多少 刚刚那个答案不是400是吗 不是这400自己算一下 这这块不是400 那就最后结果是多少就是多少 好吧 博恩计算器了啊 好来看这个课堂练习 我们看啊 这个是这个房屋本身 它原来有一个原值 后面呢 又发生了这种 这个更换附属设施的这种情况下 更换了附属设施 你的原值就要变 对吧 所以说算的时候要分两段算 一个是更换之前的 一个是更换之后的 我们看现在是六月底更换完毕 所以说一到六月份 你就用原来的原值算 那应该是多少 2000万乘以一减去30% 乘以1.2% 结束了吗 没有结束 这算出来是一个年税额 你还要进行年月混算 对吧 一到六月份 所以我们要乘以6除以12 好 这是一到六月份 那7到12月份呢 那原值发生了改变 我们要加薪扣旧 所以在这2000万的基础上呢 加上薪的100万 减去扣旧的40万 然后再乘以1减30% 乘以1.2% 然后再乘以多少 乘以6除以12 这么来算就可以 对吧 最后这两个结果相加 才是2022年 缴纳的房产税 好吧 就这么来算啊 来最后总结一下 我们关于房产税这块呢 应那税额 非常非常重要 你看它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 计算的时候 计算依据依据不一样 税率不一样 所以考试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去判断一下 这个房产税 到底采用的是从价计征 还是从租计征的方式 它的计征方式 需要大家判断 这是第一步要做的事 然后第二步 如果是从价计征 那么你要考虑年月换算 如果是从租计征 你要考虑这个租金 是多长时间的一个租金 你要考虑这个租金 涵盖的一个期间 这是第二个要考虑的事 好 然后第三点要考虑的 如果是从价计征的话 关于原址这块 有一些特别的细小的知识点 这些知识点给你柔和进去考察的时候 你要能够给它识别出来 这是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 如果说这个房子呢 前面一到五月份你自己用 你六月份开始出租 那你在算的时候 一到五月份 你就应该是从价计征 然后六到十二月份呢 就从租计征 要算两段 然后给它加起来 对吧 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啊 要注意分段计算 好 这是第四个提醒大家的 然后第五个 如果看到了地下建筑物 不要上来就给它打折 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它同时满足自用 并且是独立的话 在原址这块才有大折的规定 如果不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它并没有大折的规定 这个就是关于房产税这块 所有的计算 它的一个思路 它的一些细节 提醒一下 好 我们再来说这个 独立的地下建筑物啊 独立地下建筑物 在城镇土地使用税那块 有什么税收优惠 减半征收 对吧 城镇土地使用税 独立的地下建筑物 是减半征收的 然后呢 在房产税这块 是房产原值打折的规定 如果刚刚呢 我举的例子 这个房产原值是打五折 按百分之五十算 如果说体干中 告诉你 这个房产原值打折的时候 打折比例是百分之六十五 那我们在算的时候 你注意就用这个原值 乘以百分之六十五 再乘以一减去扣除比例 再乘以百分之一点二 这么来算就行 好 这块乘的是百分之六十五 这个直接告诉你的是打几折 你不要乘以一减百分之六十五啊 不要这么算 好吧 好 来 好嘞 细节都提示到了 那接下来又该做题了 来 做题之前呢 还得看税收优惠 看完税收优惠 看完纳税以五发生时间 再做题 好吧 来看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呢 在讲之前呢 跟大家说了 关于房产税税收优惠 一定要跟城镇土地使用税 结合起来看啊 所以说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块我们已经讲过的 现在就一笔带过了 你在记的时候也是一样 看比如说非经营自用的 非经营自用的免税 好细节 再来说 像这些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 自用的话是免税的 但是如果不是自用的 你出租出去了 那就不免了啊 强调的一定得是自用 这是第一点要提示的 然后第二点 我们前面说到了 事业单位自用的土地 是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这个事业单位呢 它指的一定得是 全额或者差额预算的事业单位 全额预算也就是说 这个事业单位 我自己一分钱不挣 我所有的钱都得伸手 像爸爸要 像这种就是全额 那差额呢 就是我自己也挣一点 但是养活不了自己 还得靠爸爸拨钱 那这个就是全额或差额预算 像这种都是免的 但是如果这个事业单位呢 它是实行自收自支 自收自支 什么意思啊 哎出息了 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对不对 那自己呢 挣的钱不仅能养活自己 甚至还有一些多余的收入 那这种呢 事业单位 它就有了经营的性质在 那一旦它实时自收自支之后 一旦实时自收自支之后啊 自己用的这个房产 或者是土地 它就应该征收房产税 或成成土地使用税了 这是这个细节 再来提示一下 这第一个 关于非经营自用这里 我们是免的 然后 宗教寺庙公园 名胜古记 免成真土地使用税 也免房产税 但是你说这个公园里 我们这个茶社啊 小卖部啊 卖泡面 卖烤肠的这些 这些经营性的房产土地免吗 不免 经营性的这些 还是不属于免税的范围 要照照生税 好来继续 继续还是非经营自用 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 免征房产税 个人拿房子自己住 免 但是拿房子当商铺 经营性质了 不免了 或者是说 拿房子出租了 不免 拿房子出租 这种情况下 应该从租计征对不对 从租计征税率是多少 个人出租 住房 我们要看出租的是住房 还是非住房 好出租的话 如果是住房的话 是4% 如果是非住房的话 那是12% 对吧 这块又把前面结合一下啊 好来继续往下说 我们前面说了 学校医院 它都是免的 然后纳税单位和免税单位 共同使用呢 按照各自的使用的部分 来分别证和免 这个都是前面学到过的 来下面 这些特殊的房屋 在讲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时候 没提过 现在看一下 这特殊房屋呢 第一个 是说这个房屋 很破 很旧 是微房 就是毁损 不堪居住 危险房屋 只有你停止使用之后 才免征房产税 注意前提啊 停止使用 因为这房子虽然破 但是呢 我还在继续用 免不免 不免 只要你拿来用 就算它是微房 也不免 就停止使用之后 才免 这是跟这个 微房 跟一些危险房屋 相关的 然后下面这些 也是一些特殊的房屋 那你看临时性的房屋 我们说这个蓝色的搭建的 这种蓝色的工地上的 这种临时性的房屋 这种情况下 它是免的 临时性的房屋 免征房产税 那你在这个工程 盖完之后 你最后如果说 这个临时性住房呢 你移交给基建单位了 移交给我们的甲方了 那一旦移交给他之后 那他就拥有了 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对吧 那他自己拿来用 他就要从价即证了 就是临时性房屋 临时使用的这段期间 是免的 但是 结束之后 工程结束之后 如果再去交管 或者低价转让的话 就要来征收了 好 这是说临时性房屋 下面一些呢 就是跟一些特殊的 住房相关的 这呢 你画一下关键字都行 你看见什么 公租房 联租房 自有和公有住房 它的大的方向 都是免税的 公租房 联租房 特殊的群体 这个房租的租金 非常低 推出来的这种房子 还有比较便宜的 一些公租房 来 公共住房 那这个呢 都是免税的 这个画一下 关键字就行 来下面 12 13 先不说了 然后关于税收优惠 来看一下 它跟城镇土地 使用税 你看 非经营自用 这一样 不用来管 然后学校医院 一样不用来管 需要特殊计的 也就是这些 特殊的房屋 特殊房屋里面 关于毁损不堪居住的 和临时性的房屋 这两个相对来说 重要一点 好吧 那 税收优惠 我们就说到这儿 来继续看 最后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那就是征收管理里面 关于纳税义务发生实践 跟房产税 跟城镇土地使用税 一样 学习的时候 你先去找共同点 我们再去看 这里面的细节 先找共同点来看 现在呢 说的还是 不同情形下 取得房产 不同情形下 取得房产的话 它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到底怎么来确定 你会发现 对 最最关键的 最最基本的一个 共同点呢 那就是绝大多数都是次月 对吧 只有一个是当月 只有一个当月 那就是说 原来的这个房产 用于生产经营的话 是当月 比如说我原来 个人拥有的住房 这不是不征收房产税的吗 如果说我拿来 用于搞商铺了 用于经营了 那从经营的当月 开始征收 除了这种情形之外 剩下的都是次月 那你再来看次月这里 有哪些 前面细节的东西 这儿你会发现 我前面标了数字 一二三 什么意思 这个一呢 这指的是一类 一指的都是 改变用途的这种情形下 就这个房产改变用途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 然后这个二呢 都是说这个房子 是新盖的这种情况下 新建房屋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 然后三指的就是 从外边买过来的房子 购置房屋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确定 所以说分成这三类来说 首先第一个 将原有房产 用于生产接应 是从当月说了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是纳税人 出租出借房产 是从交付 出租出借房产的次月 跟城镇土地使用税一样 对吧 一样 然后如果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自用出租出借呢 也是从交付的次月 所以这两个都还好近一些 你再来看第二大类 第二大类 这个房子呢 是我自己盖的 如果是自己盖的 那就是从建成的次月纳税 盖完的次月 好 如果说这个房子 是委托别人盖的 那肯定有一道手续 你拉不了呀 你肯定得竣工验收 对吧 你一定是办理验收手续的次月 开始纳税 这个是说 新建房的这两种情形下 自己盖是从盖成的次月 那委托别人盖 是办理验收手续的次月 好 然后第三类呢 就是从外边买房子 你来看一下 跟城镇土地使用税 是不是一模一样 外边买存量房 我们是拿正的次月 买新建房 我们是交付使用的次月 跟城镇土地使用税一样 所以也不用特殊来记 好 这个是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跟大家说完了 再来提示一点 你注意 如果说这个房子 我原来就有 我现在拿去用于生产经营 我是从当月开始算的 但是这个房子 如果不是原来就有 我是自己盖的 或者是说 从外边买过来的 这种情况下 它是次月 不是当月 一定是原来就有的房子 用于生产经营 这种情况下 因为房子呢 也不怎么用收拾 我直接从当月开始算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我们就说完了 然后如果说 这个纳税义务状态终止的话 还是计算到啥时候 计算到当月月末 跟城镇土地使用税一样 好 现在这个讲完了 下面计算题可以做 来 现在链 这个计算题呢 说假企业拥有一栋办公楼 这个办公楼原值是4800万 前五个月的时候 自用 5月31号的时候 办公楼对外出租了 5月31号的时候交付了 那你算的时候呢 就应该从6月份开始 计算从租计征的房产税 对吧 来你看 租期呢 正好是从6月1号开始 所以读到这儿 大家脑子里啊 一定要有两个线出来 这个房子 1到5月份的时候 应该是从假计征 因为它自用 然后6到12月份的时候呢 应该是从租计征 来继续 6月1号的时候呢 它收取了当年的租金 一共是300万 以致当地政府规定的原值 减除比例是20% 让你算一下 2021年的房产税 思路有了吧 分两段 对吧 来 首先 1到5月份 这个原值是4800 原值乘以1减去扣除比例 这个是余值 好 余值算完之后 乘以1.2% 算出来就是年税额 但是别忘记啊 纳税以5发生时间呢 这不是1到5月份吗 所以你要算5个月的 我们要除以12乘以5 对吧 1到5月份 从家计征算完了 好 来继续 6到12月份 从租计征 怎么算 现在这是300万 300万你用乘以12除以7吗 算租金的时候 不用 因为这300万 它不是一个年租金 你看看人家这300万 是哪段期间的 人家是当年租金 那也就是说 是6到12月的租金 对吧 直接用这300万啊 用当年的租金 来乘以12% 直接算 从租金征的 房产税就可以了 好吧 所以这两个相加 我们总共应该涨大的 房产税算出来了 那就提醒大家 做题的时候 还是如果有分段的 这种情形下 你一定要分段算 然后要注意 我们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坑全踩了一遍 对吧 没事 现在多踩坑吧 考试的时候 一定会避过去啊 好 重要的知识都讲完了 来下面 收一下尾 房产税 收一下尾就可以了 来看纳税期限 跟城镇土地使用税一样 都是按年计算 分期缴纳 然后纳税地点 房子在哪 在哪脚 我们就说完了 房产税 再来强调一下 这个税种 大家在复习的时候 要关注的一些知识点 对于房产税来说 应纳税额的计算 重中之重 这个非常重要 关于房产税的税收优惠呢 这里考察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是客观题 也就是说文字性的选择题 因为对于房产税 你看应纳税额的计算 它可考的内容太多了 对吧 所以说它的税收优惠呢 显得不如城镇土地使用税 那么重要了 重要性就稍微的弱一点 但是你可以结合城镇土地使用税 一起来进行计议 这第二个重要的知识点 第三个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非常重要 可以考客观题 也可以考计算题 好吧 这是关于房产税 我们说的啊 好 那房产税又说完了 咱们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税种 我们看汽税 汽税 不陌生 对吧 如果说你买过房子 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那你在拿证之前 拿房产证之前 肯定要交汽税 所以你会发现啊 这个汽税是谁来交的税啊 买房 谁买房子 谁交汽税 对吧 谁承受土地的使用权 谁来交汽税 所以说汽税呢 它是买房缴纳的一个税 非常特殊 那前面我们学的那么多税 哪个是买房缴纳的 那想起来吗 盐月税对吧 盐月税是买房缴纳的 现在讲的汽税 也是买房缴纳的 后面呢 我们还会讲一个车辆购置税 它也是买房缴纳的 那除了这几个税之外呢 剩下的大多数的税 我们都是卖房缴纳的 当然印花税除外啊 好 这个是汽税这块 那你接下来再来看 这个汽税它的定义 同时满足一个条件 才征收汽税 那就是说 一定是在我国境内 发生了土地方屋 全属的转移 一定得发生全属转移 对于土地来说 你转移的就是土地的使用权 对于房屋来说 转移的就是所有权 发生全属转移才征收 没有发生全属转移 不征收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看到这 你会知道 这个汽税 它到底是一个 一次性征收的呢 还是年年征收的 转移这个行为 就是一次性的 对吧 所以说汽税呢 这个是一个 一次性征收的一个税 它不是年年征收的 所以它也不可能 年年征收啊 年年征收的话 那我们买的房子 不年年交税 养不起房子了 对吧 这是汽税啊 一次性征收的一个税 然后呢 它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买方来缴纳 这个为什么是买方缴纳 我们说汽税 你买方拿到了这个产权证 是不是你买方 你想让国家承认 你拥有了这个房子的所有权 你想让法律保护你的权益 对吧 所以买方想让法律来保护你自己的权益 那相当于呢 你交了这个税 你让国家给你做了一个背书 国家认可了你这个权利 那就是买方来缴纳了 对吧 这是汽税 它的两个特点啊 第一个 有转移的行为 才缴纳 没有转移行为 不缴纳 第二个 纳税人 是买方 好 来 概念知道了 然后这一个一次性征收的税 也知道了 下面我们说 汽税学习的时候 你的重点 放到哪里 第一个 纳税义务人 很特殊 这是买方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知道了 就是买方缴纳的 这是第一个重点 然后第二个 征税范围 比较重要 那征税范围这块呢 你结合我们的定义 你一会再看一些细节的规定 好理解 别怕啊 非常好理解 这是第二个 征税范围比较重要 第三个 汽税 根据你取的这个房子 取的这个土地 它的取的形式不一样 它的寄税依据也不一样 所以寄税依据比较重要 这是第三个重点 然后第四个 就是关于 弃税的税收优惠 这四个重点 先给大家说一下 来下面 还是继续 纳税义务人 我们说了 买房缴纳 然后第二个 征税范围 征税范围 来看一下 土地 如果说 你拿到了土地的使用权 你来教 土地的取的方式 我们不是说有两种吗 对吗 一个是你从国家手里拿地 这个就是土地使用权出让 发生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行为 我们谁取得了这个使用权 谁叫没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从其他企业手里拿地 那就是在二级市场上拿地 那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那转让的话 也要交气税 也属于征税范围 那当然这个转让呢 包含出售 包含赠予 包含互换 那你看这些卖也好 这些赠予也好 这些互换也好 是不是本质上都发生了权属的转移 对吧 都发生了土地使用权的转移 所以说有权属转移 我们要征收 那反过来 如果没有发生土地使用权的转移 那就不征收了 那比如说下面标率的这个 你看它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转移 现在转移的不是土地的使用权 转移的是土地的经营权 所以它不是使用权转移 它没有发生权属转移 那它呢 是不属于征税范围的 这是关于土地这块 它的征税范围 好来下面 如果是跟房子相关的呢 发生房屋权属转移的情形 你可以是买卖 可以是赠予 可以是互换 对吧 这些都发生了权属转移 你看下面这些具体的情形 如果说拿房子抵债了 或者是拿房子去交换了其他的实物资产 就比如说拿房子我换机器设备 拿房子我去换一些库存商品 一些存货 一些原材料等等 或者是说拿房子投资入股 拿房子换股权 你说这种情况下房屋的权属有没有转移 转移了 只要转移了要不要交汽税 要交对吧 这种情况下要交汽税属于汽税的征税范围 好下面 你再来看这些情形 抵债也好 投资入股也好 实物换房屋也好 你换出去房子的这一方 你现在拿到手的不是钱 是其他形式的利益 拿到手的是股票 拿到手的是实物资产 或者是你少偿还的债务 对吧 相当于这种情形下 你都取得了其他的经济利益 你都是有对价的 只不过拿到手里的不是钱而已 好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就视同房屋买卖 来缴纳汽税 谁来缴纳 谁拿到了这个房子 谁缴纳吗 承受房 对吧 买方来缴纳 就是我们说特殊情形里前两个 那下面房屋赠予这块 房屋赠予 房子赠给谁了 谁就来缴纳吗 对吧 我们受赠方来缴纳 这是赠予 那下面 房屋这块 还有一个继承 继承 如果是法定继承 法定继承 我们这个直接继承的话 直系清楚 比如说爸爸没了 这个儿子来继承 这种情况下 是免征弃税的 法定继承是免的 但是如果是非法定继承 非法定继承 他就跟赠予一样 对于继承人来说 你不是白得一个房子吗 对吗 你也不是 法定继承的一个范围 你就视同赠予 你接受房子的这一方 来缴纳欺税就行 这个是说 非法定继承 跟赠予一样 下面 以获奖方式 获得房屋产权 那对于获奖人来说 你还是没有付出任何钱 对吧 也是类似于赠予一样 属于赠予行为 承受方 缴纳欺税 那其实这些呢 都不难理解 本质上 还是发生了全数转移 你就根据大的定义 你去判断就可以了 大的定义 判断就可以了 来下面 我们再说 如果你是拿房子 投资入股到别人的企业了 我们是要缴纳欺税税的 承受房缴纳 好 现在如果是自己的房子 投资入股到自己的个人独资企业了 还要交欺税吗 不交了 不交了 个人独资企业啊 后面我们会学习到 他呢 不是一个法人组织 他交的是个税 也就是说 这个个人独资企业 跟你这个个人 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主题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没有发生全数的转移啊 免征期税 没有发生全数转移 免征期税 好 那讲到这儿 其实你会发现 这些征税范围 一行根不用来记 对吧 我们关键 就看全数有没有发生转移 来继续 你看这些特殊的情形 这些其他的情形 本质还是看全数 有没有转移 那第一个 预购方式 或者预付集资款 方式建房的 就是我们这个企业 我们预付集资款 每个人拿出来一点钱 盖完房子之后 然后把这个房子 分给我们企业的员工 那你看企业员工 你在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是不是拿到了 房子的所有权 对吧 房子的全数 也发生转移了呀 那当然要交期税呀 所以这个承受房屋全数 交到其税 然后第二个 买房拆料或者翻建新房 那这个房子我买过来之后 我就是给他拆了之后 重新建房子 或者是说 我就为了获取这些原材料 那别管怎么说 你这个房子买过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发生全数转移 对吧 也发生了全数转移 所以买房拆料 或者翻建新房 也要交期税 承受房交 或者是说 这个共有不动产份额变化 然后共有人增加或减少 或者是说 因为法律文书 导致全数转移 也要交期税 这里解释一下 什么叫共有不动产份额 发生变化 现在 这个房子 假设 甲拥有它的产权 百分之三十 乙拥有它的产权 百分之七十 好 后面 这个比例发生了变化 甲呢 它这个比例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 已变成百分之四十了 这种情况下 你看对于甲来说 你拥有房屋产权的比例 是不是多了 对吧 你多了 多了百分之三十 那么你多的这百分之三十 甲企业 你就要来缴纳其税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种情形 那其实这三种情形呢 这些关键字 标率的字 看一下有个印象 你知道 本质上发生了情数转移 征收气税 可以了 好吧 我们征税范围就跟大家说完了 我们征税范围就跟大家说完了 来下面 我们再来说税率 气税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幅度 比例税率 比例税率不是定额税率 刚刚讲耕地占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都是定额税率 那这两个税 你想想的都是跟地相关的 都是看你占了多少平 对吧 都是定额 但是气税呢 它不一样 看的是你这个房子 它的价值是多少 土地使用权 金额是多少 所以说 税率这块用的是比例税率 用的是比例税率 好那具体 那你谁来定呢 还是省级来定就可以了 然后对于我们个人买房子 看个人买房子 我们买的90平以下的 家庭唯一的普通住房 看一个得是90平以下 还得是唯一的 还得是普通住房 这种情况下 你注意啊 气税不是免的 因为很多跟个人住房相关的规定呢 我们都是免征的 对吧 但是在气税这块 不是 你买房子 你去想一下啊 你买房子都是要交期税的 没有哪一次给你免的 所以这块也是减征减按1% 所以说学税法有这个好处 你知道这个规定之后 接下来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你要么就买一个大瓶的 对吧 买个200瓶的 你要么就买一个小瓶的 买个89瓶的 你会卡到93瓶95瓶吗 对吧 最好是不会 除非因为 手里确实这个钱 只能买93瓶95瓶的 对吧 那一般情况下 你如果说买93瓶95瓶的话 那相当于气税这块呢 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到 1%的这个又会了 那气税这块 你就会交的多一些 好 这是我们说的税率这块啊 说完了 来下面 我们说气税依据 我们的下课时间是12点20 12点20 还有15分钟 来看气税依据 气税依据呢 也是说因为你取得这个土地使用权 你取得房屋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计税依据也不一样 你看如果是土地使用权出让 出让从谁手里拿地 国家 这种情况下 计税依据呢 就是你为了取得土地使用权 支付的全部经济利益 你要拿地 你肯定会支付一个土地出让金 对不对 你肯定会支付一个土地出让金 但是你除了土地出让金呢 你还有一些土地补偿费呀 拆迁补偿费呀 还有支付的一些市政的配套设施的一些费用 那等等等等 这些呢 列了各种名目的费用 总之 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 你为了拿到这块地 你支付出去的所有的金额 包含土地补偿费 包含安置补偿费 包含一些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费 都要算到汽水的汽水一距离 都是包含的啊 不是光包含土地出让金本身 这些都包含就可以 这第一种方式 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从别的企业手里拿地 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方式 或者是说 我直接进行房屋买卖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我们肯定会签合同啊 对吧 合同上约定 我们的成交价格是多少 我直接按照合同的价格来就可以 就按照成交价格来 那当然如果是 我们这种抵债的方式取得的房屋 或者是投资入股方式取得的房屋 那这种情形下 你说是不是也有对价 有啊 你想想 抵债的话 你少付的债务不就是对价吗 对吧 那投资入股呢 你取得的股权的价值就是对价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有对价的情形下 他就比照着房屋买卖来 就按照合同上确定的金额 来作为计税依据就可以 好吧 这都是相当于有成交价格 就按照合同确定的金额 好 再来看啊 下面还有两个细节的规定 那这里呢 第二个规定就是说 房子跟地一起转让 那房随地走 地随房走嘛 对吧 这两个都是一体的 一起转让的话 在算期税的时候 继税依据呢 你肯定是总价款了 房子也要包含进去 地也要包含进去 这是总价款啊 然后再有一个规定 那就是你买的精装房 很多人呢怕麻烦 你买房子呢 我们愿意买精装房对吧 都省自己装修了 那这个装修费 要不要算到 期税的继税依据里 要算 装修费 也要算到 气税的继税依据里 要缴纳气税 所以说啊 现在看到这个规定 你回味一下 就是如果说 你买精装修的房子 其实这个装修费 你要交一遍气税 但是如果你买毛批房 毛批房 这里面呢 你交气税的时候 是不含装修费的 你后面买过来之后 你自己在装修 你发生的这个装修费 就不用再交气税了 好吧 这个是说 你买的精装房 你已经装修的房屋 装修费 要纳入总价管理 要交气税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类 第二大类 都是有成交价格 有对价的这种情况下 最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看合同 来接下来第三个 第三个呢 你看赠予 这种情况下 或者是画转奖励 这种情况下 没有对价 我白得的一套房子 我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流出 对吧 没有对价 这种情况下呢 都是看我承受方 谁得到这个房子了 谁得到土地了 都是按照市场价格 来去缴纳期税 按市场价格来就行 所以这块呢 就跟第二个做一个区分 有对价 看合同约定价格 没有对价 看市场价格 就可以 归类的时候 要给它归正确啊 啥叫画转 啥叫画转 就是说 你从国家手里拿地 那你从国家手里拿地的时候 国家直接把这个地 画给你企业用了 画 你看看这个词 它的用语 那直接拨给你用了 你都不用交钱呢 但是 那肯定不会白画给你啊 你要用于 我们国家规定的一些用途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画转用地 你没有付任何钱 所以说 是按照这个市场价格啊 这个叫画转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下面一种情形 下一种情形就是 房地互换 那你看房地互换呢 这一定要指的是啊 房子跟房子换 地跟地换 房子跟地互换 这个叫房地互换 如果说假企业 他拿着价值100万的房子 去换乙企业 价值 别200万了 价值300万的房子 那这种情况下 假企业 你是不是要向一企业 再支付200万的对价呀 对吧 补价 差价 好 在房地互换的这种情况下 纳税人是谁 你想还是买方 付钱的一方 对吧 那就是假企业 谁付钱 谁来缴纳期税 好 假企业缴纳期税 那寄税依据是多少 看你补交了多少差价 按照支付的差价 来作为寄税依据就行 如果没支付差价 差价是零 那你不用交期税了 现在呢 差价是200万 你就拿着200万 作为寄税依据 这是房地互换 我们以差价作为寄税依据 支付差价的一方来交 好 下面 问题是 如果 个人互换房子 我们是差价作为寄税依据 好 如果是企业互换房子 或者是互换土地 那他也是差价吗 思考一下 个人互换呢 是差价 企业互换 也是差价吗 也是差价 对 你注意啊 这个里面 这个规定 不分企业和个人 不管是企业换 还是个人换 都是支付差价的一方 按照补交差价的金额 作为寄税依据来算 个人之间互换住房 也是一样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解决了 然后第二个 再来说 这个规定呢 针对的是房子跟地之间的互换 现在如果说不是拿房子跟地互换 拿房子去换对方的一些机器设备 好 这种情况下 弃税的计税依据是差价吗 是吗 不是 它是什么 它是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了 对吧 你看它走的是哪个规定 走的是哪 这儿吗 以食物交换 以食物交换 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全数 对吧 这种情况下 就是看合同约定了 所以说 一定要注意 我们这儿的互换 仅仅指房地互换 不包含 房地跟食物资产的一些互换 好 那关于机税依据 我们就说到这儿 下面这些呢 什么画波呀 还有一些 配套的附属设施 现在都不用去看 然后这个弃税的 弃税依据里 包不包含增值税 不包含 不包含增值税 所以 如果呢 题目中给出来的是 一个含增值税的金额 那么你要进行 价税分离啊 我们用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来算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我们讲的 弃税依据 来下面 应答税额的计算 应答税额计算 直接用弃税依据 乘以税率就可以 非常简单 对吧 那所以说 考弃税的话 他也不会考你计算 因为太简单了 那我问你 弃税算出来之后 用年月换算吗 用年月换算吗 不用 对吧 因为弃税呢 这就是一个 一次性征收的 一个税种 不用年月换算啊 来下面 来看一下这道题吧 典礼研习 10-4 刚刚有同学呢 有两个问题 那下课的时候 一会儿上完这节课 我给你解答 好吧 先来看 10-4 说到假企业呢 有两处厂房 那将其中一处 出售给一企业 一处卖给了一企业 成交价格是120万 然后另一处呢 它是跟丙企业去互换了 然后现在假企业 支付差价是30万 我们看这种情况下 谁应该缴纳 七税 七税怎么来算 我们先看假企业跟一企业 去这个出售的这个房子 这个120万的这个房子 它卖给了一企业 买方来交 那就是一企业来交 对吧 那一企业来缴纳七税 那七税呢 就用120万乘以 七税的税率4% 来算就可以 好 这是第一个出售厂房的行为 然后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互换 互换的话 支付差价的一方 按照差价来交 那现在谁付的差价 这不是假企业支付差价吧 所以说假企业呢 你按照30万乘以4%来交 就可以了 丙企业呢 丙企业 他用来缴七税吗 丙企业 丙企业不用来缴 房屋互换 没有支付差价的这一方 他不用来缴七税 好吗 好 这个是关于10-4啊 来继续 我们看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 还是 我们从大的原则上进行把握 然后再看细节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 非经营自用的是免征的 非经营自用 还是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军事单位 以及非营利性质的学校 医疗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等等 他们拿到地之后 强调的一定得是自用 一定得是自用 也就是说他拿到地之后 用于办公 用于教学 用于医疗科研 军事设施 养老 救助等等 自用的话 才是免征弃税的 如果不是自用啊 他是不免征的 这是强调的 这是需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啊 非经营自用这 来下面 第二个 农林牧鱼 农林牧鱼 我们前面呢 在讲到城镇土地 使用税的时候 也提过免税优惠 对吧 你拿这块地 用来搞农林牧鱼 生产用地是免征的 这儿 契税呢 契税 一定得是承受的 这四荒 承受的荒山荒沟 荒丘荒滩 承受的这四荒 用于农林牧鱼 一个生产 才是免征的 你如果说拿到的 不是这些荒地啊 拿到的就是正常的一块地 用于农林牧鱼 不免征 好吧 在汽水这块 农林牧鱼呢 它的条件 相当于多了一个 得是承受四荒 用于农林牧鱼 也生产 免征汽水 这是跟农林牧鱼相关的 那下面跟婚姻家庭相关的 婚姻家庭相关的呢 你这个也好理解了 那首先我们夫妻 存续期间 存续期间 那这个产权发生了变更 那这个房子本来在 南方的名下 转移到女方的名下 那你想这个夫妻 存续期间 本来我就是一家子 对不对 那相当于呢 这个房子 还是我这一家子的 没有什么发生 全属本质上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存续期间变更的话 是免征汽水的 那离婚的时候呢 离婚的时候 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 离婚息产的时候 我们也是免征的 相当于你就把你本来属于你的那部分 拿走了吗 对吧 离婚息产 我们也是免征的啊 不管是存续期间 还是息产的时候 都是免征的 这个是跟婚姻相关的 然后跟家庭相关的 那就是法定继承是免征的 法定继承免征汽水 非法定继承不免征汽水 好下面啊 我再来问一下大家 如果说现在这个爸爸呢 他把一套房子赠予了他儿子 赠予他儿子 那他这个儿子 在接受这个房子的时候 交不交汽水 赠予 我们前面在讲赠予的时候 有免税的优惠吗 没有 注意啊 如果赠予的话 就是你爸爸赠给儿子 那也得征 没有任何免的规定 那在继承的时候 继承一定是爸爸没了 这个房子才给到儿子嘛 对吧 那继承的时候 法定继承是免的 非法定继承是征的 小的细节啊 对 没死的话要叫 好 这个是我们说农历牧鱼相关的 然后下面这些特殊的住房 标下关键字就行 公有住房 连租住房 公租房 改造安置住房 然后异地扶负贫 承旁搬迁的时候 取得的安置住房 看见这些字以后 选免税就可以了 这些是很特殊的住房 他们的汽水是免的 好 你再来看 特殊住房这 我们换一下位置啊 十六下面的第三条 是个人购买住房 我们的税收优惠 拿过来在这讲 如果说买的是90平以下的房子 90平以下 不管是第一套房 还是说第二套房 都是1% 都是1% 是税收优惠了 那你想正常的话是3%到5%对吧 这给你优惠了两个点呢 那如果是100万的房子 优惠了2万块钱 其实还挺多的 对吧 所以这是90平以下的 90平以下都是1% 好 如果你买的房子呢 是90平以上的 那我要看是不是家庭唯一住房 还是说改善用房 家庭唯一住房 1.5% 如果是第二套房 第三套房 那就是2% 这几个比例 它相对于其他的税收优惠呢 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你看一下 就是你自己买房子的时候 你做一个参考 你心里有数 可以了 当然这个优惠呢 它不是用于北上广深 北上广深的房子多火热呀 对吧 没有必要再给优惠了 所以北上广深呢 它都是实用的是3% 没有这个第二套房的这个优惠政策 不实用 好 来下面 我们这个是说的16个 然后 13就是跟外交相关的 跟外交相关的 七税也是免征的 在下面 是由省级来定的一些优惠政策 那这儿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这两个政策呢 你看到之后 你脑子里天然容易给它 想象成免征的 但是它还是不是免征的 它是省级定 一个 因为不可抗力 水灾地震等等 灭失房屋 那这种情况下 我重新买房子 省级定要不要免 然后或者是呢 被政府征用的房屋 我又重新买房子 这都是省级定啊 注意跟免征做一个区分就可以 这是我们说的第16条 好吧 到20了 稍等一下 马上就讲完这块 来继续 我们说这个改制重组这块呢 不再说了 然后 征收管理 征收管理 关于气税 纳税与务发生时间 一般情况下 那你想你肯定要先交气税 然后再去拿产权证 对吧 所以 首先纳税与务发生时间呢 它是在我们签合同的当日 不是你办证的当日啊 签合同的当日 这是纳税与务发生时间 那纳税期限呢 在你拿产权证之前 办理全署登记手续之前 把这个汽水交上就行 跟常识一样 好 然后下面 下面这几种情形呢 就是说特殊情形下 发生全署转移 你比如说 这个法院的判决 判决 法院判决导致全署转移 或者是说 我们这个房屋呢 改变用途 导致 原来属于减证免证的情形 你现在要补交税款 或者是说 因为改变土地性质 容积率等等 你需要补交土地出让价款 那这种情形下 你都要补交一个价款 或者是发生全署转移 但是你不需要再去重新办证去了 不需要重新办证 那他的纳税申报期限呢 就是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90天之内 把汽税交上 90天 也比较特殊 好吧 在耕地占用税呢 我们说是30天比较特殊 在汽税这是90天比较特殊 好 这个是90天这块 那他们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呢 都是看法律文书什么时候生效啊 或者你这个用途什么时候发生改变啊 改变用途的当日 或者是法律文书生效的当日 就可以 好 这个是我们说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这块啊 纳税地点刚刚说了 还是房屋土地所在地 没什么说的 然后退税 退税这块要分情况了 如果说是在办理全署登记之前 啥意思拿到产权证之前 拿到红本之前 双方 我们这个合同撤销了 或者是无效被解除 这种情况下 你交的汽税 可以申请退还 这个一定是拿到产权证书之前 这个是可以退还的 好 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啊 我也交了七税了 我也拿到产权证了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再要申请退税的话 你看你是不是下面这三种情形之一 如果是下面这三种情形之一 可以申请退税 如果不是属于下面这三种情形 你就是因为你双方的一个原因 你自己把合同解除了 那就不退了 你看下面这三种情形 简单看一下就行 一个是法院判决 法院判决转让行为无效 撤销或者被解除 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土地使用权交付的时候 因为容积率调整 或者交付的面积少 需要退还你土地价款 因为你当时交税的时候 不是拿着土地价款乘以税率交的吗 现在给你退了这个土地价款 那对应的汽税也给你退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交房子的时候 退还了房价款 那对应的汽税也允许退 这个是我们说的 汽税退还的两大类情形 你一定要看到底是全数登记之前 还是说 登记之后又发生了下面的这三种情形 这个是退税 说完了 然后最后 汽税征收管理 这儿没什么重要的支点 汽税这里我们就说完了 最后来再跟大家说一下 汽税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一个是关于汽税的征税范围 征税范围这里内容很多 但是不难 所以说 复习的时候 就把握汽税的定义就可以 就看全数有没有发生转移就行 这是第一点 需要注意 第二点 是关于汽税 它的积税依据 不同情形下 汽税的积税依据 怎么来定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关于汽税的税收优惠 汽税的税收优惠呢 它也是出的话 它就是出客观题 最后 关于汽税征收管理 那就是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是你签合同的当日 并不是拿正的当日 好吧 那我们汽税就说完了 那我们这节课 我们内容就 周语讲完了 那大家也可以下课休息了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今天这节课的习题 其实 这个习题 你们在我们的系统里 都可以做了 已经上传了 2122 刚刚汽税呢 是签合同的当日 没有问题 签合同的当日 然后还有一个评价 评价的话 还是希望大家呢 如果说 有建议的话 不是满分的话 可以把建议写一下 好吧 也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真诚 非常诚恳的建议 刚刚有同学 有同学需要截图的 你告诉我需要截哪里的图 然后 鲸鱼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鲸鱼呢 其实感到这个节骨眼上 尤其是 我们这么多人 养了之后 或者是正在养的话 感到这个节骨眼上 其实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 还是 什么的话都是身体第一 大家一定要 就是锻炼身体 多喝水 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 身体最重要 这尤其是刚养完之后 赶出最深的一句话了 嗯